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讲第30讲 富贵法2 也叫富子贵之法2 简称为富贵法 因为富贵法内容比较多 我们记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但是我每次给大家讲 我们要记最核心的内容 第一个我们要 这本书的内容 我们参照470页到473页 我们把它总结出来了 里面内容很丰富 我们总结出来 我们看看富贵法的第六个证刑 福正弃以统弃写法 简称为统弃写法 统弃写法 以弃同写法 大家通常名字都知道 以弃同写法 弃又谁主管呢 又黄旗 所以你记住这位要的黄旗 你用黄旗 他就用统弃写法 我们再看看 依然是富贵法 没有错 用姜汁呢 就告诉我们这个人 可能有谈 有谈啊 你将之 福神杀人作为配用 我们记住这位要就行了 我上一节我讲了 我们记他的哪一个法 不用记那么多 比如讲 福正行弃写法 那我们记住 次五加川雄就可以了 我们在富贵法基础上 全不全都无所谓 所以说他这条法的方向准确就可以了 行器写法呢 是你看看 也是富贵法 富贵法 共株加阴阳祸 白株加阴阳祸 这用姜汁 生姜一倒 加点水就叫姜汁 我们看夫子得黄旗 夫子也上 黄旗也上 所以大气升举都往上来了 黄旗往上走的 那归之得黄旗呢 归之也是往上走的 增加气化功能了 白株得黄旗呢 那白株是往下走的 黄旗呢 是往上走的 所以说 它叫水土合合 运化 增加运化功能了 天清地态 所以说黄旗得富贵之性啊 都往上走 用砍农真气 上下往来 就是流动比较快了啊 所以说 富贵法往上走 黄旗也往上走 黄旗是个走 冲外的药 从中间往上来 然后又分散到四方 这样走的一个药 所以凡写证都要护证啊 与岂能同写 是气血循环 血不外衣 也什么道理呢 凡是出血呢 千万表证规之法 千万理证富贵法 千万表理证富贵法 不管卡写图写便写 只要是有出血了 都有可能是气不足了 所以我们在贵之法基础上 富贵法基础上 都可以加上黄旗 就能解决问题啊 所以说包括还有他的 辩证方法 大家也看看就行了啊 上面的血加什么药 下面的血加什么药 这一组药就是 卢门经常常用的 泡浆加生火 巧悦精神也用 血尿多了也用 便血也可以用 上面喜欢用广 广嵌根 还有紫外 所以他用的药有特殊性啊 护证调经法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个调整月经的处方 我们知道青皮有引药 黑肝作用 我们看这个处方 富贵法没有错啊 用的小茴香用调肝了 小茴香调肝 青皮调肝 所以这里边什么 是调月经的处方 然后泡浆加生土黄 加一只人纳下作用 这生土黄调理月经的 肚中有引经的作用 所以说这是一个调月经处方 富贵法 父子的青皮 父子往上走 青皮也往上走 所以说甘木得树 木土协和 因为青皮 它最后要落到土上 所以说木容易生火 火望生土 所以说土望生金 金韵二醇一通木气 所以说金木 胶柄 气急生降 青皮是个横着走的药 上去又下来又过来 横着走的药 气急生降 父子的泡浆 父子往上走 泡浆往下来 所以说泡浆是个收的作用 所以说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能解决瘀血的问题 加一只人一只人是往下收的作用 是田径作用 所以说它又能增加生育的作用 所以说青皮泡浆 一只人能输于温血 借一只人通达干脾 一身住化缘 充任都带 借在其养 月经自然正常 生育自然反冒 痛经是有月经 有痛经 腰筒下坠 不准经期延长等 都是可以用的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条月经处法 我们在将来 在条月经法里面 我们还会讲这些内容 护正戒子障之法 截是清截的意思 子障之子宫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是治白带的处方 怎么治白带呢 我们看看 我们在上一整的基础上 加个无贼骨 就行了 前边还是条月经 在月经期间 加个无贼骨 就能解决这个截子障 截子障就是我们说的 来治疗 白带很多 很多 它就是这个意思 乌贼骨 我们知道是乌贼的 中间一个骨头 八个脚一个骨头 所以说 它的阴中有阳 在一个喷的墨汁 能够迅速消失自己 让别人找不到 所以说 它有这个去乌灼的作用 所以说 这一个药 是一个相解 所以说 它都借乌贼骨这个作用 来化我们人体的乌灼 治白带 白帮等等 都是可以用 甚至皮肤病 骚痒也可以用 也可以用 但是大家要记住 这位药有收纳的作用 如果有便秘 要慎重应用 就可以了 护症 治避症 治法 我们说治关节疼痛 我们所有的避症 都可以成关节疼痛 我们看看 富贵法 没有错 我们看看 你看 关节疼痛 血脉瘀制 所以说加了五甲皮 然后加了松节 微灵仙 这都是通达孤节的 全冲 又协调金木的作用 治避症的方法 治避症一般穿屋比较好 还应该再加穿屋 效果更好 所以你看 父子与松节同用 你看 父子温阳 松节 通达阴阳 走金谷的 所以说 由藏而辅 到四指百害 那归之于松节河呢 引太阳之气透达 气急流行于关节 归之于微灵仙呢 生太阳之气 从肝胆而未落 因为微灵仙 是一个走十二经络的 特别是走未知大落 反魔怨的经络 于一日 皆能引致 所以微灵仙 是个走肝胆的药 是个温性药 是一个少见的药 这个药临床 让我们可以替代什么 替代柴虎 效果比较好 最近我治疗一例 胆囊结实 就是微灵仙 加穿脱石来治疗 胆结实 吃了两个月 胆结实 治多少年没排出来 很快 但是我们是在 贵制法 复规法 这些基础上 穿无法的基础上 才能解决问题 单用这个药也不行 父子朱威灵仙 通行十二经 本身两个药 都通行十二经 所以无往而不打 经络关节 得灵活 全聪 我们知道 清白相间 筋目之气相通 得贵妇 使我们上下相通 所以是 左右相通 所以说百脉可调 关节灵活 所以说我们又治 臂症 我们用全聪 做引子 效果非常好 臂症就是疼痛 所有的疼痛 都可以 在 来按照 臂症来治 臂症就包括 我们说的 在筋 在骨 在上 肩周炎 脊背腾 腰腿腾 等 不腿名称 都是可以用 富贵法 加上 赤武家 魏灵仙 等 杜仲 松杰 都是可以用的 互证治 必证法 我们看看 一样不一样 一样 这里边就是 我们说了 加了个穿污 也就是说 父子 贵之穿污 法 才能解决疼痛 这不是上一阵处方 去掉了赤武家 所以说我们还是 治病症的方法很多 但是父子 贵之穿污 松杰 杜仲 这才是主要的 主要的药物 所以说 富片 诸大风 穿污 我们知道 穿污 是个去风的药 通络作用非常强 富片 是个温的作用 所以说 在卢珠之年代 喜欢富片 以穿污用 同时 卢珠之还喜欢什么 天雄 以穿污用 天雄 又贵之用 天雄就是 富片 加穿污的双通作用 这个是温 这个是通 你看 富子穿污 实际上就是 天雄的意思了 我在临床 经常可以用 穿污15克 富子15克 来替代天雄 叫天雄贵之法 卢珠之经常用 天雄的意思就是 既温又通 能解决 温化的问题 也解决疼痛的问题 所以三者合用 能透 筋骨之中 风寒式 并用擒胶 毒活 是邪气 隐邪外出 血脉畅通 才能解决 避重 致之不易 非常慢 需要配合 外治 针法 灸法 火针 药包 等等 配合治疗 才能好 单纯吃药 很慢 所以避重 酒病 富片穿屋量都很大 量小的时候不行 这里边呢 两军 对富片穿屋 都为军 贵之为以军 所以三军了 我们把富片加穿屋 理解为两军 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要 天雄 比如说富子60克 穿屋60克 那就天雄120克 贵之为以军 所以说 以前法的贵之为先锋 为使 此法贵之作为军要 都是三个都其统帅作用 所以说量不一样 作用也不一样 贵之在这有可能 也有60克 用15克就是不一样的 开表通阳 走落都是不一样的 护阳治外治法 我们看看 依然是富规法 加了什么 加了次五加 松节全聪 什么叫外伤法 就是我们脚崴住了 拍了片 没有骨折 但是肿腾很明显 我们就可以用这方法 有效吗 肯定有效 效果会非常好 因为你当你外伤之后 气血庸致了 如果我们按照现代医学 用粮副的方法 将来会匀起雨血 会导致疼痛一辈子 我们趁这个 它雨血还没完全形成 温通的方法 那就是我不想吃汤药 烤爱灸 抹着红黄油烤爱灸 一直烤一礼拜 也好了 不会后遗症 所以说 这就是说 与我们治外灸的方法一样 这就是直逼症的方法 直逼症的方法 把这一个外治法 给我们治闭症是一样的方法 所以当各种扭伤 疼痛都是可以用 只要是没有骨折 就是可以用 这个药渣外浮 艾灸都是可以的 病好的比较快 所以这个变化比较大 因为疼痛的部位不一样 加药也不一样 这个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灵活加味 但是不用那么多 炉门一般来讲 十三四味 加太多了 也不行 今天讲的六个富贵法 内容比较多 我给大家复习一下 简单的我们理解 第一个富贵法 我们一旗通鞋法 是加黄旗 记着油药就行了 调经法 我们用青皮泡浆 我们用青皮也可以 泡浆也可以 用青皮又代表 青皮加杜众 就是调经法的总代表 包括泡浆 解脂脏法就一个药 那是乌贼骨 那你说我喜欢用蛇床脂 也可以 白檀香也行 加油药你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有脂脏来治白带的 都是在富贵法的基础上 治避症 那当然了 利不了杜众松节 微领先 那你说我喜欢用 石南藤 穿屋 穿屋像我最好 一上穿屋 松节杜众 这就可以了 加个全葱 你让我治吗 就是这 富贵法 然后加穿屋 然后送节杜众 微领先 加个葱就可以了 都这就够多了 你看都 都十三是为了 那你说 正气不足 加个辅正药 鹿角片规法 也可以 治外伤方法 依然是跟治病症方法 是一样的 你加个次五 加个松节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所以说我们治疗情况下 用的比较简单 激的情况也简单 先把法基础 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的去 加一味药 基础就可以了 就能基础 我们比如像条约经 我们加个青皮杜众 那约经多加 泡江生火 那就行了 在富贵法基础上 那规制法基础上行吗 也可以 也可以 所以这个六个 这个富贵法 内容比较多 大家需要反复看 反复读 才能记住 熟能生巧 然后记多了 才能够学会 这一节内容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